那天去救命 那天最好吃菜 一年最好吃一天菜 那天有迷你佩萨 大家不杀生吃肉 培养慈悲心 给别人快乐 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结然生命就像互相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 很长 无论在什么时候 文信都存在 长 人生 外面的声音 声音的信之 就是动静两种 有声是动 无声是静 虽然声音游动静游游无 文中为游无 在文听的时候 我们耳根在听这个声音的时候 有声了 听到有声 比如说终生响了 我们现在讲话的声音了 有 静下来不讲了 没有话讲 或者是静下来没有声音 无 无论是游是无 更清楚楚明白 无声好无闻 没有声音的时候 没有声音好听 这个不是文性没有 文性存在 没有声音的时候 知道没有声音 是文性存在 所以无闻 不是没有文性 而是文的声音没有 非是文无性 文无两个字 调过来 调过来就懂了 非是无文性 懂吗 你把这个无字调上去 道理就出来了 不用解释 非是无文性 声音没有了 没有声音 可是我的文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没有文性 纵然没有声音 可是不是没有文性 非是无文性 看作非是无文性 这个道理就明白了 就不用解释 也就可以懂 声无即无灭 声有亦非声 没有声音的时候 文性并没有灭绞 有的声音呢 文性也不是新生起来的 生灭二元离 是在扛整身 他对于这个声音的生起 声音的灭掉 那么文性还是如如不动 有声音 他也如此 没有声音 他也如此 所以 这个前面经文说 总理行销 命光天陷 死心云和为你消灭 这个文性不会因为有声灭 而他根据有声灭 文性是本来一向如此 没有声灭的 这就显示文性是长的 长 数从三计 过去一向如此 未来还是如此 当然现在也是如此 这个文性不伤不灭 本来如此 不会有所变化 下面再加一说明说 总令在梦想啊 不畏不思乎 总然使令你正在睡梦中 没有思想 梦想不是说做梦的想法 就是梦中不起思想 睡着了 梦代表睡着了 睡得很熟 就喝捆 那你睡着了 心里不起想念 心里不起想念 就是 虽然你心里不起想念了 不畏不思乌 不会因为你不想念他 他会 文性就没有了 不会的 所以呀 人睡着了 你要把他叫醒啊 声音大一点 他就醒了 老人 上了年龄了 他的警觉性呢 要比一般年轻人 可能要快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体验 我今天74岁 马上就要75了 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前面有车子过 我马上醒了 马上就醒过来 尤其那个摩托车 声音更大 摩托车的声音 固然能听到 就是普通一般汽车 声音很小 有的时候我都能听到 因此之故啊 可以显示 不会因为你不思维 那个文性就没有了 不会这样 不思维 文性还是经常存在的 最显明 最显明 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 觉慣 出思维 身心不能急 说明这个其他五根不急 觉慣 就是心里的出想 与细想 这些思维啊 而跟这个功用 超出它的范围 所以就叫做出思维 超出觉慣的思维 不用去思维 你不思维 它照样文性 随时都可以显现 所以这个文性是最伶俐的这个东西 所以身心不能急 所以身心不能急 身心就代表其他五根 身包含眼 鼻 色 身 心 就只一根 这身心一根都是不急的 不能跟它比了 显示这个耳根呢 是最最利的 没有比这个耳根更利 所以由此可以明白 学耳根远通 它是有很 非常真实的道理啊 可以表现出这个耳根的俗身 坚持说破过 生论这学名 众生谜本文 寻生故流转 我们这个说破世界 现在我们这个说破世界 这个国土里面所有的众生 生论 就是阴生的生辰 来由耳根闻到生辰 由此明白诸法 由此显示最显明的作用啊 就是耳根 生论 就是生辰所显示的这个理论 那么由耳根去闻 最清楚的可以表现出来 本来我们耳根就这么立 那么应当这个本有的这个 听见自信更为明显 可是众生谜本文啊 顺身故流转 我们这个六道准备 我们这个六道凡夫的一些众生 迷失本有的文性 迷本文 迷失本有的文性 自己迷失本有的文性 这个本有的文性更为伶俐啊 可是众生 他没有反文啊 顺身故流转 顺是顺 顺住外边的声音 由此起祸 造业 六道轮回 转转个不停 流转就是轮回 无量见来 轮回生死 原因在哪里 就是众生跟住这个生辰在乱跑 追逐这个生辰 说你好你高兴 说你不好你生气 那么由此这个贪生吃烦恼 就是去造业 由此轮回流转 因为迷失本有的文性 顺住外面的声音 追逐外面的生辰 而在哪里轮回流转 如果你文生不造业 就没有这个流转的情况 因为你文生呢 由此跟着被霸风吹动了 所以就会造业 由此就受苦告 轮转不息 我能总强计 不眠落邪思 岂非谁所轮 全流或无 这是说明 而跟这么 具备圆通常山一样 应当欧南就得从这个儿门 来反文文自信 来求证 儿跟圆通 可是欧南过去一向就不曾这样做过了 他纵然记性很强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 过而不忘 记得很多 可是呢 因为他没有反文文自信 随着生存在流转 所以纯然听法呀 那么用原 原力心去听法 原力心是虚妄的 所以也就变成写诗了 不免 免不了 若以不是正思 唯一的正思 而成为写诗 就是在 只是在分别 跟着生存在流转 那么他就是 由此无量界来 就轮回生死 就是如此 起飞随所轮 那还不是说 你随着生存在流转 所以轮回 轮落于三界 那么如果他小的 宣传 把望外追逐的 这个文心 翻过来 闻自己的自信 宣 转过来 把反文文之心 入流忘锁 那就可以 把这个忘法 把它 去掉 而使它消失 这就显示说 温然的轮转 它文法很多 可是文法不得受用 文而已 跟着生存在轮转 所以发生这种 无量界来 融合生死情况 就是因为不晓得 反文文之心 因此现在 文术菩萨 他又 我呢 认真的 要从 反文来下功夫 我呢 楼地听 我 成佛 为例 宣说 金刚王 如幻 不思义 佛母 真三脉 不要断 不要断句 连起来念 就是说 欧蓝 你现在要很用心的来听 我是秉承佛的 伟的旋律 为你选定这个耳根法门 这个耳根法门就是 金刚王 如幻 不思义 佛母 真三脉 这是一句 就是 耳根三脉 的 主名 这个耳根三脉 修成之后啊 能破坏 一切烦恼 不断烦恼 而了生死 成就 金刚 不坏 身 得到自由自在 王者自在意 由此可以 尊到本有的自在的灵性 而这个法治啊 如幻如幻 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 这是能够出生 一切诸佛 就是般若 所以叫做佛母 不是说佛的母亲啊 这是一种 比方了 这个法治 能够出生 一些诸佛 好像母亲生 儿子一样 啊 一些众生 能修行成佛 都要由这个 耳根三脉 来修进了 最容易成就 能够得到 这个真实的 耳根三脉 是佛母 真三脉 显示这个 反文文